打开手机,我们想玩迷你世界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老迷 各种各样的老迷 对吧 你们知道,迷你世界有一个怪物 做过图标 打开手机,我们看到的是个怪物 嘿嘿嘿,伙伴们 你们能看出这个怪物是谁吗 可以把它的名字打在评论区 我这就告诉你们 这个怪物,它真的是图标 小伙伴们 先为你见过没有,见过的 扣个1,没见过的,扣个2 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人 见过怪物图标 嘿,伙伴们,那个怪物就是包包蛋呀 你们发现了吗,它真的是 包包蛋,伙伴们 其实,迷你世界中真的有一个 怪物图标,就是包包蛋图标 你们知道那是哪个版本的吗 大家都听过 可以领迷你币的版本,对吧 其实,那个包包蛋图标 它就是测试符的 图标,你们知道了吧 可以天天领迷你币的 测试符,也叫先潜伏的 图标,就是包包蛋 所以,看到不要惊讶 包包蛋也做过图标呀 你们知道了吧